西夏王朝从1038年正式建国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 历经189年十位皇帝 全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现在的宁夏北部 甘肃西北部 陕西北部 内蒙古西南部 青海东北部 有人口200多万 先后与辽朝北宋和金朝南宋顶座而立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 西夏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 党项族是西枪族的一支 所以又叫党项枪 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 后来在吐蕃的持续威胁下 安史之乱后最终迁徙到了 灵州 庆州 夏州 银州等地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北部 甘肃东北部 宁夏和内蒙古 鄂尔多斯一带 晚唐时期党项平下部的首领托巴斯公 因为帮助朝廷镇压皇朝旗有功 被封为夏州节度使 后来改称为定难军节度使 夏国公 次姓李 西夏国号的渊源就在这里 此后在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斗争中 党项族采取了明哲保身 保存实力的策略 并趁机扩大地盘 逐步占据了定难保大二镇之 夏 隋 银 幼 夫 武洲之地 这是此后西夏最终得以立国的根据地 唐朝灭亡后 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代 其中夏州党项的割据势力 名义上先后臣附于北方的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五个政权 而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 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宋朝建立后 定战军节度使 李怡恩又归附了宋朝 宋太宗的时候 定战军内部因为继承问题 发生了内讧 朝廷下令让定战军留后 李继彭举足进京 并献出所属的 严下隋 右 静 武洲之地 想借死消灭这个地方割据政权 但是李继彭的足地 李继谦不同意 逃走了 李继谦就是后来西夏开国皇帝 李元昊的祖父 李元昊称帝后 追封其为神武皇帝 妙昊太祖 李继谦逃走后 以恢复祖业相号召 聚拢族人反宋 从982年开始 李继谦多次进攻党向故地 与宋军交战 偶有小胜 但是常遭重创 有时候几乎全军覆没 为了与宋朝抗衡 他选择与辽朝结盟 当时正值宋太宗 意图收复幽云十六周 北伐辽朝 辽宋交战之际 为了拉拢李继谦 986年 辽圣宗耶律龙旭 封李继谦为定战军截度使 都督下周诸军士 并将宗氏之女 封为义成公主 嫁给了李继谦 双方正式结盟 此后李继谦加紧了 对宋朝的进攻 宋朝对李继谦经济封锁失败 军事进攻失利 且在997年 宋太宗去世 宋真宗几位 宋朝的政策发生了转变 在李继谦前史求和后 宋真宗下诏 封李继谦为下周次使 定战军截度使 管理下银随右径 五周之地 并且还给了不少物质赏赐 这样 党向故土得以恢复 管辖范围 大概就是现在的 陕西省榆林市大部 内蒙古 厄尔多斯市乌审齐 但是此时的李继谦 已经不满足于 只是守住故土了 此后他再次进攻 宋朝西北边境的 其他地方 并于1002年 占据了西北重镇 灵州 就是今天的 宁夏 吴中市市内 还把智所 从下周 迁到这里 改名为西平府 下一步 李继谦选择 向河西走廊扩张 当时河西走廊 被吐蕃人 回护人所占据 1003年年底 李继谦攻占西良府 就是今天的 甘肃省五位市 然而在返回 西平府的途中 遭到吐蕃人的伏击 重箭受伤 不久因伤重而死 西良府也丢了 李继谦死后 其子李德明继位 这是西夏开国皇帝 李元昊的父亲 李元昊称帝后 追封其为光盛皇帝 庙号太宗 在李德明继位一年后 宋辽签订了 缠冤之盟 这意味着 他暂时无法利用 宋辽之间的矛盾 从中于力了 于是他选择 同时与宋辽交好 辽朝先后 册封他为西平王 夏国王 宋真宗为了 巩固内部统治 粉饰太平 也放弃了之前因为 李继谦复叛 而采取的强扬态度 实行招服政策 双方经过协商 1006年 正式签订了合约 宋朝封李德明为 定战军节度使 西平王 赐银万两 卷万匹 钱三万贯 茶两万斤 由于李德明不同意 归还灵州和宋子弟 做人治 所以宋朝 在允许党项人 进入内地贸易 和撤销青年内书的禁令 这两项上 也做了保留 李德明在解除了 东边的后顾之忧后 与儿子李元浩 全力向河西走廊扩张 此后20多年里 占领了梁州 甘州 宿州 沙州 瓜州 逐步占据了 整个河西走廊地区 这使得党项政权 拥有了 浓木兼仪的宝地 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还有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李德明在位期间 党项政权实力的增长 宋辽两国不断的 封决赏赐 使得他称帝建国的欲望 愈加强烈 他在统治区内修建宫殿 出行的仪仗和宋朝皇帝相访 追使其父李继谦为皇帝 改灵州怀远镇为兴州 就是今天宁夏首府银川 把治所迁到了这里 不过还没等他称帝 在1032年他就去世了 李继谦和李德明父子的开机创业 为日后李元浩称帝建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德明去世后 其子李元浩继位 辽朝册封他为夏国王 宋朝册封他为 西平王 可是李元浩早就不满足于此了 他想要的是称帝建国 建立党项人自己的独立政权 他为此进行了各种准备 比如进行了一系列 突出党项民族特点 和增强民族意识的改制 他废除了唐朝宋朝 赐给党项拓跋式的李赵姓氏 改姓为名 自己改名为朗霄 自称物族 在服饰上为了表示不同于中原帝王 又区别于党项贵族 他仿照吐蕃赞谱的服饰 做了皇帝服装 并且还规定了文武官员和庶民的服饰 他命令党项男人全部突发 就是周边留发 头顶踢光 以显示和汉人的不同 他还命令大臣 野力仁荣等人仿照汉字 创制党项族自己的语言文字 推广全国使用 这个就是西夏文 李源浩还升星州为兴庆府 就是今天宁夏首府银川 在城内大兴土木 扩建工程 广迎电雨 还模仿宋朝建立了中央官制制度 仿照唐朝宋朝建立地方行政体制 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 公元1038年李源浩正式称帝 国号大夏 又称邦尼定国 大白高国 白高大夏国 史称西夏 改元天寿礼法严作 建都兴庆府 次年李源浩前时给宋仁宗上表 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结果可想而知 宋朝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不仅没同意 还下诏削夺了给李源浩的刺性 官决停止忽视 在宋夏边境 悬赏捉拿李源浩 李源浩不甘示弱 立即断绝了与宋朝的外交关系 频繁派遣间谍到边境刺探军情 煽动宋朝境内的人 投靠西夏 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 于是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李源浩多次发动对宋朝的进攻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 三川口之战 好水川之战 定川寨之战 这三次战役都以西夏的胜利而结束 虽然西夏取得了胜利 但是连年征战耗费巨大 加上宋朝停止了与西夏的护士 也不再给西夏淫卷的碎刺 导致西夏境内民怨沸腾 人们起来反抗或者逃奔宋朝 你别看宋朝军事不咋地 但是经济发达 弄个贸易战一制裁你 立马就把你给拿捏了 加上此时西夏与辽朝的关系恶化 西夏只能选择与宋朝议和 而宋朝自己也没有办法消灭西夏 于是就同意了 最终在1044年达成了协议 史称庆利合议 李元昊取消帝昊 对宋称臣 宋朝封气为夏国主 每年赐予西夏 卷13万匹 银5万两 茶2万斤 逢年过节另行赏赐 并重开延边确场贸易 不过李元昊只是在国外 才对送称臣 在西夏国内 还是一副皇帝的做派 那西夏与辽朝 为啥关系会恶化呢 一是李元昊与辽星宗的姐姐 星平公主 夫妻感情不和 星平公主生命期间 李元昊也不向辽朝 报告病情 后来公主去世了 这就引起了辽星宗的不满 二是夏辽双方常常因为辽朝境内的党项不足叛逃问题 引发纠纷 三是辽星宗趁着宋朝与西夏战败的时候 趁机要挟宋朝 宋朝以增壁为代价 换取了辽朝约束西夏 不再攻打宋朝 并且取消帝昊 结果辽星宗海口夸出去了 李元昊却不答应 这让辽星宗觉得自己身为宗主国这个脸面丢了 1044年辽星宗率军亲征西夏 结果被打败了 不过李元昊立即同辽朝讲和 又向宋朝献服 经过李元昊的这一系列操作 西夏算是在宋辽两大国之间立住脚了 李元昊为西夏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是他的下场却不咋样 李元昊把他儿子太子宁令哥的妻子夺走了 还与大臣的妻子墨葬史思通 结果被宁令哥的母亲冶丽皇后发觉 李元昊把冶丽皇后打入了冷宫 这就使得宁令哥对其恨之入骨 这位墨葬氏生了一个儿子 叫李亮座 由墨葬氏的哥哥墨葬鹅旁收养 墨葬鹅旁兄妹想让李亮座成为太子 于是就唆使宁令哥去刺杀李元昊 1048年 宁令哥联络族人在宫中埋伏 趁李元昊酒醉刺伤了他 李元昊不久就去世了 士号武裂皇帝 妙号景宗 夏景宗李元昊去世后 墨葬鹅旁以谋判罪 处死太子宁令哥及其母也历史 雍丽李亮座为帝 尊李亮座生母 墨葬氏为太后 由于李亮座此时还不满一周岁 所以由太后摄政 其兄长墨葬鹅旁任国相 总揽朝政 李亮座继位当年 宋朝前使册封其为夏国主 辽朝因为之前辽兴忠进攻西夏 而被李元昊打败了 不愿意对李亮座进行册封 并于次年再次攻打西夏 西夏军一路败退 到了第二年五月 辽军到达了西夏的都城 兴庆府的围 大肆掳掠了一番之后 就撤军了 此后墨葬太后 多次派人去辽朝请和 请求册封 并为李亮座请婚 但是都遭到了辽兴忠的拒绝 1056年 墨葬太后因为与他人私通 引起了此前与墨葬太后 私通的李守贵的不满 于是刺杀了墨葬太后 墨葬鹅旁担心失去朝政大权 于是将女儿 嫁给了李亮座为后 她也由国舅升为了国杖 仍旧总揽朝政 1059年 李亮座12岁 开始参与国事 他对墨葬鹅旁 独揽朝政 胡作非为的行为 感到不满 后来因 李亮座与墨葬鹅旁的儿媳 梁氏私通 被发掘了 墨葬鹅旁父子二人 密谋杀害李亮座 这件事被梁氏得知了 于是密告李亮座 1061年 李亮座利用墨葬鹅旁的政敌 设计将其捕获 并诛杀其全家 他下令废掉墨葬皇后 迎梁氏入宫 立为皇后 任用梁后的弟弟梁以埋为家乡 开始亲政 李亮座亲政后 虽然时常与宋朝作战 但是也继续与宋朝保持聘时往来 积极解决了双方多年以来 存在的区业和地界争端问题 他还废除藩礼 改用汉人的礼制度 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希望获得宋朝的遂赐 和西夏人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的机会 二是此时西夏与辽朝的关系处于低谷 他不愿意再彻底得罪宋朝 除对宋作战外 李亮座还率兵攻打青唐城 就是今天青海省会西宁 又招降了河黄地区 河州吐蕃等部 巩固了西夏的南疆 正当李亮座在内政外交上颇有座位时 1067年突然身亡 年仅21岁 世号昭英皇帝 妙号义宗 夏义宗李亮座去世后 由其长子李炳常继位 由于李炳常年幼 由其母梁太后摄政 国舅梁以埋任国相 独揽朝中大权 西夏形成了新的母党集团 梁太后和梁以埋姐弟俩 对外穷兵独武 从李炳常继位的当年1068年到1076年 这将近十年里 他们连年发动对宋朝的战争 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 转移国内矛盾 并以此向宋朝索取优厚的赏赐 这段时间内 夏宋双方战争频繁 与宋朝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宋朝是宋神宗在位时期 宋神宗积极进取 对内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 对外则希望制服西夏 于是改变了之前在西北边境 对西夏以防御为主的策略 改为积极进攻 1076年 李炳常开始亲政 但朝政大权实际上仍然掌握在 梁太后和梁以埋姐弟二人的手中 李炳常十分崇尚汉族的儒家文化 他向俘虏的汉人文士 请教和学习宋朝礼制度 并于1080年 下令在西夏改行汉礼 废除梁太后恢复的藩礼 这一举动遭到了 以梁太后和梁以埋为首的 母党集团的反对 为了寻找支持 李炳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 打算以黄河以南的土地 划归宋朝为代价 借助宋朝的力量 来对付母党集团 结果这个事被梁太后知道了 正当李清准备去宋朝的时候 梁太后又杀李清 并且囚禁了李炳常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朝野震惊 支持李炳常的皇族新党 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 纷纷拥兵固守所属的城市宝寨 与梁氏母党集团对抗 西夏陷入了内乱之中 宋神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部署50万大军 五路攻下 初期宋军节节胜利 但是后来被打败了 1082年永乐城之战爆发 宋军大败 战死士族一夫二十多万 宋神宗听到战败的消息之后 临朝失声痛哭 自此对西夏的策略就改为了防守 梁太后自幽禁李炳常以后 因为与宋朝的连年战争耗费巨大 宋朝又断绝了遂司护士 国内物价暴涨 民不聊生 朝内对梁氏母党集团更加不满 要求李炳常复位的声音越来越大 梁太后被迫于1083年 让李炳常复位 不过朝政大权仍然控制在梁太后与梁以埋手中 李炳常还是个傀儡 1085年国相梁以埋去世 梁太后立梁以埋之子梁以波为国相 梁氏孤之 继续拔持朝政 同年10月梁太后病死 梁以波失去了靠山 地位开始动摇 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权力斗争更加激烈 李炳常自敢无力控制 最终在次年忧愤而死 年仅26岁 氏号康敬皇帝 妙号惠宗 夏惠宗李炳常去世后 长子李乾顺继位 年仅3岁 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以波辅政 西夏又一次出现了梁氏母党集团专权的局面 为了与夏惠宗李炳常的母后梁太后做区分仗 这位梁太后又被称为小梁太后 他们对内排斥异己 扩大势力 对外一边攻打宋朝 一边仍与宋朝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对外的这种做法和前朝的几位统治者的做法是一样的 西夏统治集团十分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能能消灭宋朝 所以他们发动对宋朝的战争 更多的还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威信 或者是以打促谈 显示自己的实力尊严 从而从宋朝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因此他们不会与宋朝彻底闹反 总是打打听听 一会强硬 一会又认怂 小梁太后与梁以波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八年后就破裂了 梁以波这个人经常是目中无人 独断专行 有时候甚至都不把小梁太后放在眼里 于是他们兄妹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后来梁以波阴谋叛乱 小梁太后将其诛杀 独揽大权 辽朝对西夏母党集团专权的局面一直不满 小梁太后在攻打宋朝或者与宋朝议和的时候 经常打着辽朝的旗号 这让辽道宗十分厌恶他 有一次在与宋朝的战争中西夏失礼 小梁太后多次向辽朝求援 辽道宗都置之不理 之后小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出言不逊 表达自己的不满 辽道宗十分愤怒 1099年李前顺已经年满16岁了 但是小梁太后仍然不许他亲政 辽道宗看到小梁太后如此独断专行 已经不得人心 派人去西夏把小梁太后堵死了 于是李前顺得以亲政 在亲政后 他吸取了外旗专权的历史教训 努力削弱母党集团的势力 并分封皇族以巩固皇权 李前顺与他父亲一样 十分清暮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 在他亲政后 大力提倡汉文化 倡导儒学 他在原有的翻学之外建立国选 以教授汉学 李前顺借助辽朝的力量才得以亲政 因此他亲政后完全依附辽朝 同时对宋朝采取了和解政策 之前小梁太后掌权时 不断发动对宋朝的战争 而当时正好赶上了宋朝的宋哲宗在位 宋哲宗亲政后对西夏采取强硬措施 双方战争不断矛盾升级 所以这时候西夏求和 宋哲宗不同意 最后是在辽朝的出面斡旋下 西夏又处死了为小梁太后策划亲宋战争的两位大臣 并向宋朝上了谢罪表 宋朝才同意议和 不过和平的日子只过了几年 西夏与宋朝的关系就又紧张了起来 此时宋朝的宋徽宗继位 重用蔡京同贯 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方针 多次对西夏用兵 面对宋朝的进攻 西夏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最后还是得靠辽朝的帮助 才能与宋朝和谈 宋朝虽然同意和谈 但是并未放弃攻打西夏的打算 在准备了几年后又开始攻打西夏 双方互有胜负 在1119年西夏取得了一次战争的胜利后 请求与宋朝议和 此时宋朝以准备和金朝联合灭掉辽朝 收复幽云十六周 无暇息故 于是就答应了 在金朝攻打辽朝期间 西夏多次出兵原辽 但都失败了 在辽朝灭亡前夕 金朝告诉西夏 如果能像对待辽朝的礼数一样 对待金朝 金朝将会把辽朝西北一带的地方 搁让给西夏 李乾顺看到辽朝灭亡已成定局 于是就答应了 11124年 李乾顺向金朝上表 表示西夏臣服于金朝 宋朝的宋高宗即位后 希望联合西夏 共同打击金朝 但是此时宋朝元气大伤 国力衰弱 西夏并未同意 这时候双方的朝共关系 基本上就算是结束了 后来李乾顺因为担心 金朝借攻打南宋的时候 威胁自己 与南宋取得了联系 但是因为双方都缺乏诚意 所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在绍兴和异后 西夏与南宋 隔着金朝的国土 不再接壤 两国关系 算是基本断绝了 少有往来 1139年 李乾顺去世 嗜好圣文皇帝 妙好崇宗 夏崇宗李乾顺去世后 其子李仁孝继位 李仁孝在位时期 是西夏的全盛时期 他在位55年 享年70岁 是西夏在位时间最长 和寿命最长的皇帝 他父亲在位54年 西夏一共10位皇帝 这父子俩的统治时间 就占了一半多 李仁孝与他父亲一样 十分仰慕中原儒家文化 下令模仿宋朝制度 建立太学 在各州县设立学校 教授儒学 令周俊建立孔庙 祭祀孔子 遵孔子为文宣帝 这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把孔子 推到了帝的高位 他还下令 实行科举取士制度 李仁孝不仅崇尚儒家 还遵从佛教 佛教是西夏 最具影响力的宗教 几乎全民信奉 寺院遍布全国 连西夏皇陵的建筑风格 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李仁孝在提倡 以儒治国的同时 也十分重视 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 他进一步完善了 中央和地方的官制 和励志建设 在天圣年间 专门组织人员 参照唐宋律令 结合西夏国情 编转了一部 包括民法 行政法 刑法 诉讼法 经济法 军事法 诸法在内的综合性法典 定名为 天圣改旧新定律令 颁布通行 李仁孝统治时期 也是西夏文化发展的 鼎盛时期 大量的文学与学术著作问世 印刷与出版式也十分发达 不过 李仁孝在位期间 发生了一件大事 差点让西夏 分裂为两个国家 西夏有位大臣 叫任德静 他原本呢 是宋朝官员 后来投降了西夏 并且还把女儿献给了 夏崇宗 李前顺为妃 李前顺去世后 李仁孝尊这位庶母为太后 任德静凭借这层关系 与自己的功劳 地位一路上升 成为了中书令 国相 被封为楚王 成为了西夏全臣 任德静准备把西夏一分为二 自己占据西夏东部的星州灵州 把李仁孝呢 安置在西部的瓜州和沙州一带 1170年 李仁孝被迫接受 并派遣使者出使金朝 请求册封任德静 但是金世宗不同意 出面干预 于是李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 与皇族亲信迅速采取行动 设计诛杀任德静 及其族人党羽 这样西夏才没有分裂 在李仁孝统治晚期呢 西夏就已经开始由胜转衰了 193年李仁孝去世 世号圣德皇帝 妙号仁宗 夏仁宗李仁孝去世后 长子李纯又即位 他大体上奉行父亲在位时期的 政治和外交方针 对内安国养民 对外赴金合颂 还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守城之主 可西夏正好赶上了蒙古崛起 1205年 此时铁木针已经基本上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 他借口西夏收留了蒙古的逃亡人口 率军攻入河西走廊西部 进行截掠 李纯又对此束手无策 等蒙古军队撤退后 他下令大赦 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 表示呢 西夏经过大难之后 必将中兴 西夏是否会中兴不清楚 但是呢 他的地位马上就要不保了 李纯又的堂兄弟 镇夷郡王李安全 因为李纯又不允许他继承他父亲的岳王爵位 反而将他为镇夷郡王 而怀恨在心 1206年 李安全联合太后罗氏 发动宫廷政变 废除了李纯又 自立为帝 同年三月 李纯又在宫中突然死亡 士号召检皇帝 妙号还宗 西夏最后这四位皇帝 统治时期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被蒙古按在地上摩擦的历史 下乡宗李安全继位后 奉行依附金朝抗击蒙古的策略 1207年秋 蒙古的成吉思汗 得知李安全 错案未自立的消息后 立即率军攻入西夏 李安全调兵抵抗 蒙古军未敢深入 两年后 成吉思汗再次率军攻入西夏 西夏军难以抵挡 一路溃外 不久 蒙古军围住了西夏都城中兴府 李安全亲自登城督促将士守城 并向金朝求救 金魏少王想坐收愚人之力 拒不出兵 李安全只得向成吉思汗 献女求和 在蒙古撤军后 李安全对金朝在西夏危难之时 拒不出兵相救的事耿耿于怀 于是在1210年 率军攻打金朝 两国关系就此破裂 而新兴的黑塔坦部落 攻打了西夏的河西州郡 经过连年战争 西夏国力已十分衰弱 1211年 齐王李尊虚发动宫廷政变 废除李安全 继立为帝 李安全被废一个月后 不明不白的死去 当初李安全 他废除了夏桓宗李纯佑 自立为帝 不久李纯佑突然死亡 这样的西马尔在他身上又演了一遍 李尊虚继位后 依附蒙古攻打金朝 他几乎每年都多次派兵 进攻金朝的周城 但是多数以无结果或战败而告终 蒙古攻打金朝 经常向西夏争调军队 西夏不堪其扰 1217年 蒙古西征花拉子摩 再次向西夏争兵 西夏不同意 这一年12月 成吉斯安亲率大军进攻西夏 围困首都中兴府 李尊虚命太子守城 自己逃奔西凉府躲避 同时遣人向蒙古请降 直到蒙古军退走 李尊虚才又返回了中兴府 经过这一次事变 李尊虚深感蒙古才是西夏最大的威胁 从此改变策略 想联金抗蒙 但是金宣宗认为李尊虚反复无常 不同意 于是李尊虚又攻打金朝 甚至还想与南宋联盟共同对付金朝 可是收效甚微 西夏连年战争损失巨大 军民死伤无数 国内发生大汗 已经十分衰弱 但是李尊虚不听劝告 仍然是准备进攻金朝 李尊虚之前反复无常的行为 已经失去了成吉斯安的信任 成吉斯安多次前史到西夏 令他退位 1223年李尊虚被迫将皇位传给了次子李德旺 李尊虚成为了西夏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 1226年李尊虚去世 嗜好英文皇帝 妙好神宗 李德旺继位后改变了父亲依附蒙古的策略 转而对抗蒙古 他准备联合漠北的一些对蒙古不满的部落 趁成吉斯安西征之际共同抗击蒙古 等成吉斯安西征结束回来后 听说了这一消息 1224年成吉斯安率军攻打西夏 西夏损失惨重 李德旺只能派遣使者请降 并答应派遣人质到蒙古 蒙古才撤军 不过李德旺仍希望可以联合金朝 共同抗击蒙古 1225年西夏与金朝签订合约 双方重归于好 但是却无济于事了 因为此时金朝由于受到蒙古入侵 元气大伤 已经自顾不暇了 怎么可能还能援助西夏呢 1226年成吉斯安以李德旺 收留了他的仇敌 乃蛮部屈利涵的儿子为借口 亲率大军十万 从北路攻入西夏 深入河西 攻破多座城池 西夏已经危在旦夕 李德旺对此束手无策 最终幽济而亡 妙号献宗 西夏群臣拥立李德旺的侄子 南平王李献为帝 当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 向西夏首都中兴府逼近 并将其包围 进行长期围困 中兴府城内良禁援绝 急并蔓延 以丧失抵抗能力 1227年成吉斯安派人向李献招降 李献走投无路 献成投降 西夏灭亡 李献没有嗜号和妙号 一般被称为夏末帝 西夏的十位皇帝 除了最后三位外 都被安葬在西夏都城 兴庆府以西的赫兰山东路 算上被追封的太祖李继谦 和太宗李德明 一共有9座地灵 还有271座 熏陈贵期的陪葬墓 位于宁夏首府银川市的 西夏灵遗址区 是西夏留存至今 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 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址 如今在其基础上 已经建成了西夏灵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如果想实地了解 西夏历史文化的话 这是一个必去的地方 推荐给大家 在这边 马上更得了 历史文化的